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智库 中国在世界杯外围赛 亚洲区十二强分组赛 作客不敌乌芝别黑 四战不胜在小组战底 主教练高雄波赛后立即情辞 因为昨天晚上跟中国主席协会的领导 有了一步很深入的交流 那么协会领导也认为 就是说目前中国难度存在的问题 应该由你主教练来承担 我明白这个意思 所以比赛结束了 那么我现在也提出离开 50岁的高雄波在09至11年 曾经执教过国足 今年2月临毅授命重掌碎人 协助球队力压港队 杀入十二强赛 当时高雄波可以说是国足的救势主 但到了分组赛阶段 打足四场只是抢到一分 中国出线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周 希望渺亡 其中最为人救病的一场 是主场迎战敘利亚 无论是往迹还是世界排名 中国都高过这支鱼篮部队 原本以为三分在望 但后防失误 为敘利亚送大礼 中国爆冷失分 而在斗乌兹别克的一场 中国队法定时间里 只是有两次射门 书波是意料中事 有博彩公司 事前亦都不看好国足 网上亦都一直流传着 买国足书波可以发财致富 官方环球时报 甚至在微博大骂 一个球会 拿瓦罐的国家 国足为何可以这么差 国足的世界排名其实不低 排第78位 但过去只是紧紧摘身过日韩世界杯决赛周 当年亦都未能够创造奇迹 尴尬地以一球都不入 一分都拿不到的成绩完成赛事 在神奇教练米露天奴域02年离职之后 国足先后换过10次主席 由外国请回来 及本土出身的教练都有 高雄波自己亦都做过两次 但大多都未能够带领球队取得成功 几乎都是在虚声当中落台 中国足球自职业化改革以来 另任国家队主教练 基本上就按照羊土羊土的轨迹而行 一旦外籍教练带得不好 就认定是羊教练没有了道 再挑选本土教练 到本土教练带队出问题的时候 又重新聘请外籍教练回来 不断恶性循环 高雄波不再领军寄成事实 而哪一个接手就成为外界的焦点 普遍认为下任主教练 会是世界级名税 车路士前看守领队欺丁黑 上海新花主教练文山奴 广州恒大前教练纳比 亦都盛传是足协的心水 中国近年大力发展足运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透露他的足球梦 说他对中国足球有三个愿望 第一是中国足球队入到世界杯 第二是中国能够举办世界杯 而第三是中国有朝一日可以获得世界冠军 第一个愿望算是完成了 而第二个亦都准备争取主办 不过最后一个愿望要实现 似乎仍然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今集新闻之呼到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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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